南无 本师师尚摩尼佛 南无本师师尚摩尼佛 南无本师师尚摩尼佛 路上甚深悲药 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见闻和手指 愿解如爱真实的意 弥陀缘中超 诸位大德俾修 诸位居士同修 请看文句 书文 说者曰也 得机而说 称悦佛怀 好 请看这一句 这还是解释这个经题了 经题前面解释了 这个佛说二字 佛说是两个字合在一起解释 下面就是两个字 各字解释 各字解释呢 我们先上次呢 是对于佛字做的解释 佛是具有十个称号 从如来应共到最后天人师佛 对这个十个通号的内在的德性的解释 还有从天台六级佛的立场来解释 那现在就分别解释这个说 佛说阿弥陀经的这个说字 这个说字呢 就是又从两个小层次展开 一个是从训古啊 古训的这种角度 就是训师这个说的古译 古语的是什么意思 一般我们看到这个说呢 就是有一种口头表达了 告知的意思了 宣述的意思了 但这里从古语的深层含义来说 把这个说解释为曰 喜曰 那这个在周译里面有一卦叫对卦 对卦就是表明这个卦象啊 上面一个阴谣下面两个阳谣 表明开口笑的那种意象 这个对卦的喜悦之象就是说的意思 亨利争 刚中而柔外 顺夫天而阴夫人 你这个喜悦的去说 要有刚 里面有刚中之理 外面有柔软之相 它是顺夫天理 而应夫人的根基 才去说 这个说呢 就有喜悦的意思 那这里把这个说解释为约也 那这个喜悦来自什么呢 在佛的那个立场 佛的本怀是要度化众生 出离身世人回的 那在这个法会上 正好观察到余会的这些世中弟子 包括天龙把布 根基已经成熟了 这就得基而说 得基来说就称和喜悦佛的本愿度生的本怀 那这个幽西法师就原用 世民尊者在观金书庙冲操的文具 来进一步解释 这个约就是唱约 唱约就是这种心情非常愉快 通畅他的内心心处的心愿 这个怀就是心怀 心怀就是内心 就是怀着这么一个愿望 那就这个阿弥陀经来说 就是释迦牟尼佛 久修久正的念佛三昧 这个念佛三昧称为 第七三昧中王 三昧中王 用偶一大师的话来说 释迦牟尼佛就是 以念佛来成佛的 所以六至弘明乃是释迦牟尼佛 成就阿弗多罗三昧三菩提的法 所以佛是自己得到了这个圣庙的利益 包括文书施利菩萨也是告诉我们 是他因地由念佛故得一切种制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因地是 长久以来修行念佛法门 长久以来证得念佛法门的圣庙利益 所以自己得利益 运之在心怀 也想令一切众生 得这个往生成佛之利益 就运在心怀 但如果根基不成熟 他不相信 说了也是得不到利益 就长久有的埋在心里 不说 那在今日的法会上 观察众生的根基成熟了 这个根基成熟扣发 就是能够众生的根基来扣动 来感到佛的大悲心 佛就应这个基来说这部经 乃是畅达 往昔 度身出世之本怀的一桩大事 阿弥陶经是直接表达是无问自说 那从无量寿经来看 也属于无问自说的范畴 但是他有一个先放光线路 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法会上 面色成九色的光 光光辐射 显出前所未有的愉悦的表情 由此引发 阿弹尊者的启问 那对这个启问呢 释迦牟尼佛都大为赞叹了 说你这一问的功德之大 超胜于供养一世天下所有的圣人的功德 是由于你这一问 把净土法门问出来了 那所有的众生乃是借助你这个启问而得度脱的 所以这个佛要说一部经 都是叫观机斗教的 以世西谈的利益来说 世西谈就是 首先是谈世界西谈 欢喜义得欢喜的利益 比如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 令我们余会的众生 它是我等众生的代表了 我们当时没有参与阿弥陀经的法会 但是当年参与的是我们 后来众生的代表 那他们忽然听到了 有一个三界之外的 那种自己亲近庄严的净土 他就心生欢喜 心生欢喜呢 那这个就有信心的种子 启发出来了 信心种子呢 又跟他叙事的善根有关系 能够引发他叙事的 信心的善根境界的种子 这就是为人西谈呢 为人西谈 就是让他生起善的利益 那生起这个善就是 信心愿吃名为至善的 由这个至善的种子生起来了 他就开始支持名号了 支持名号就能够消逆障了 降伏烦恼了 这就是对智习谈了 在这过程当中 也会破一些疑心 怀疑的仇灵了 由这个 这就是破恶意 破恶业的利益 最后就得第一亿西谈了 第一亿西谈就是无声发人的 大涅槃的境界 由于信愿吃名往生净土 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庄严 乃是我等众生的 如来葬姓 大涅槃的藏了我尽 就能够赠得第一亿的 那个利益 所以这个 讲这部经就有作 世西谈的利益 这个佛知道众生成佛的根基成熟 会不失时机地去宣说 所以这就把这个说的内在的本质 喜悦 为什么喜悦呢 是众生净土的善根成熟 跟他一讲 他能够信愿成名 往生净土 说明他成佛的因缘成熟了 这就是会议众生真实之大力了 让这些众生得到了 了托三迹轮回 原成自信佛道的究竟的利益 这就解释这个约 说者约也 第二个小程式是简易诗 就是简别 不是其他人能说 是佛在说 耶蛮佛经是五人共说的 除了佛之外 菩萨也可以说 天也可以说 仙人也能说 华人也能说 那其他四种是得佛的印证 都可以作为佛经去流通的 但这里不是 其他四种人去说 菩萨还没有称佛 它是在因地修行的过程 天呢 有时还属于凡夫的范围 仙人还可能夹杂着外道 化人呢 是变化出来的人 不是真实的 那净土法门是无上原顿的法门 那这个是至圣利盐 精口属鲜 才能让九法界众生产生信心 如果是菩萨来说呢 那菩萨也不能就近了解 净土的全体的因果性向 所以这个阿弥陀经 净土法门 为佛宣说 也足以取信于众生 所以这里就特别标局为佛说 不是其他四人所说 好 这就解释了佛说 两个字 解释得很详细 从何起来解释 分别解释 这个层层拨损 下面请看书文 阿弥陀此云无量寿 今曰 书文今曰 彼佛寿命 及其人名 无量无边 阿增其节 好 那下面是介绍阿弥陀 三个字 这个介绍阿弥陀 分两个层次展开 第一是 从梵文的这个角度来说 阿弥陀是什么意思 梵文的阿是解释为无的意思 或者空的意思 一般叫无 弥陀称为量 阿弥陀是无量的意思 阿弥陀的 有无量的功德 有无量的功德当中 摄取了两个核心功德 就是无量寿 与无量光 所以阿弥陀三字 这个梵语 从它的体性上来说 可以翻译为 无量寿 如果从它的作用层面来说 可以翻译为 无量光 都是指称阿弥陀的这个意思 好 这是梵文的意思 然后对阿弥陀 这个内在的法义 那就是很深邃了 内在法义就是 一个是无量寿 一个是无量光 那首先从无量寿的立场来解释 解释无量寿的法义 这是很有点形而上的 这种内涵的 这所以非常玄妙的 说谈玄说妙啊 就是指对这些法义的这种探究 好 那解释无量寿又分两个层次展开 首先是引经文 引用经文来解释 这里 这个书主呢 就是先引用阿弥陀经了 阿弥陀经比辅寿命 就是阿弥陀佛的寿命 及其人民 即其人民就是极乐世界的往生者 用人民这个概念 他们的寿命有多长呢 那是无量无边阿生其解 我们从这个华严经知道 这个有一品经 专门谈佛菩萨的数学 数量 那有120个大的数量 其中最后十个数量 这里就用三个来表达 第一个大的数量就是阿增奇 阿增奇 阿增奇就是一个 一个阿增奇转 阿增奇转 阿增奇转就是一个无量 无量无量 无量就是无量转 无量转 无量转就是一个无边 那无边无边就是一个无边转 那无边转无边转 那下面就是有无等 不可数 不可称 不可思 不可量 不可说 不可说 这些数字概念 都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的 所以这里就用了三个大数量的名称 来表达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寿命 以及往生者寿命 那是输于无量的 你数不清楚的结束 他表达这个意思 那游戏法师在超文里面 对这个经文有解释了 谈彼佛寿命是标局极乐世界的画组 画者就是阿弥陀佛了 教化的主 及其人民 人民就是标局极乐世界的众生 那这里用了一个人民的概念 我们一听这个概念 是不是跟我们这个世间人民就是老百姓呢 口口声声声说为人民服务 这个人民就不是老百姓 但这个人民有时候被抽象化了 原来这个国营单位的人对人家服务态度不好 但是上面都写着为人民服务 态度不好 人家就质问顾客质问 你怎么态度这么恶劣 你不是为人民服务吗 他正正有时说我是为人民服务 不是为人民服务 他把人民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 但不知道人民就是一个一个个体构成的 那这里谈极乐世界的净土 虽然有其民 但无其王 这里很有意思 没有国王 没有皇帝 没有总统 就是没有世俗的那个手里 那是不是就是无政府主义呢 有点这个感觉 那极乐世界是没有我们这个世俗社会的政治结构 政治体制的 我们这个世俗社会有各种很严密的政治体制 成绩管理 我们可是有点不自在了 干点什么事情就要盖章了 就要通关系了 原来很多国家之间都没有什么护照的 现在也是很困难的 它就是这些政府就得层层要管理 复及管理 你没有迁徙的自由 原来中国传统社会最多管到县一级 那县以下都是自治的 还相对呢 中法的这个宗族还比较自由 现在支部建在连上 以管到底 那西方几多世界没有这些 这么严密的政治管理 是由于什么 由于这个世间的人民 他各个都内心调柔 善良 他没有违法乱纪的行为 所以他自居 调善自居 自居就是他居安住在自信上 他是高度的自由 也高度的自觉 正因为他有这个心性上的 这种自觉 他才获得了一种生命的最大限度的自由 不受一种外部力量的约束控制 一种生命的自由自主 它是生命的本质价值所在 如果一个人活着自己不能自主 什么时候都看别人的脸色 要别人批准 他就没有自由了 没有自由这种生命是很痛苦的 所以极乐世界是高度自由的一个国度 所以那里没有文官 没有武官 没有法律 没有监狱 所以也不需要国王 不需要国王 但是他有法王啊 法王为什么称为法王呢 他是精神领袖啊 他是教化主啊 是吧 所以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教化主 是法王 他没有文武百观的 只是旁边有观音世之两个菩萨 帮助他教化众生 那那个地方也不需要四大天王啊 也不需要委头菩萨 拿着金刚处 怒目元真啊 各个都是善人啊 各个都是阿批八字菩萨啊 还有你一个父法金刚神在那干嘛呀 父法金刚神到我们这个世界还是很有必要的 在极乐世界不需要了 那这个把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的人民并在一起 这说明他的第一是同体的感觉 第二是一种平等的这种体现 价值体现 就是阿弥陀佛的寿命 随胜这个极乐国土的人民的寿命的长短为长短 极乐世界的人民尚且他的寿命无量 那阿弥陀佛的寿命当然也是随身无量的 他不可能是有量的 在这里就标准这个极乐世界的人民的寿命无量 来彰显他的画主的阿弥陀佛的寿命无量 那寿命无量是来自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院的 其中有一院的 其中有两院表达寿命无量 一个是自己成就自己的法身的功德要寿命无量 另外要使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民寿命也跟佛一样的无量 就是无量无边阿弥陀佛 那为什么要发寿命无量的愿呢 在我们这个凡夫众生的立场来看 寿命长都是一个福报 那如果一个大妇长者家里生了侄女 这那个儿子 那希望他继承家业 如果一个看向人说 哦他是短命像 活不到多长时间会夭折的 那这个长者就会对这个儿子心里就很轻视了 因为他不能继承家业 他活个七八岁就夭折了 所以这个寿命长在世间的事业当中很重要 在出世间修道当中也很重要 那阿弥陀佛要度我们成佛的 成佛是要修道的 修道的你还没有刚一去就夭折了 还没有上路你就走不动了 命都没有了 那是不合适的 所以阿弥陀佛要众生一生成佛 就要让他寿命长 圆满他福德智慧的菩萨得业 所以阿弥陀佛发愿度九法界众生 就要使这些众生都能够 汇入到奴来的寿命之海里面去 好 请看下面书文 这是解释 这是解释无量寿的先是从经文去解释 现在是旷胜师 就是先谈阿弥陀佛的硬生的寿命 再进一步来 推就他的法身的寿命和报身的寿命 那这里 首先要理解阿弥陀经讲 他标显阿弥陀佛成佛以来的时间 于今十节 那这个于今十节成佛的阿弥陀佛 属于硬生的范围 那在一般佛有三生 法身 报身 硬生 这三生各有寿命 各有寿命 现在讲阿弥陀佛的硬生 都是无量 无边 阿弥陀其节 一切天人 哪怕他成就了阿罗汉和辟知佛的 那种神通道理 一起来共同来算 阿弥陀佛的寿命有多长 极乐世界寿命有多长 是算不清楚的 非算术比喻所能知 无量寿经甚至一个比喻 就是一个三千大天世界 所有众生都称为身闻辟知佛 一起坐下来 来算极乐世界的人的寿命 那能够算清楚的就是一滴水 算不清楚的是大海水 好 这就是应生佛的寿命无量 天人莫自其数 何况他的法身和报身 好 那对于佛的三生的寿命 幽西法师有一个非常深入的讨论 这个讨论可能对大部分修净土法门人说 他可能不会搞得这么深入 但要从理上去了解 增进我们的圣经信心还是很有必要去探究一下 这个法报应三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受啊 受一般是跟命连接在去 叫寿命 有同意的意思 相同的意思 那一般我们从这一期捏报身的现象来看 这一世寿命的长短跟前世属作的孽有关系 寿命就是指前世属作的行为 就是它的涅力 到了这一世 从你出生到死亡的这种过程 叫磁数的过程 那寿命就有三个要素 叫吸卵食 这个它有卵气 就是为支持我们身体的体温 你一个生命必须要有温度吧 要有热气吧 如果摸过去冰冰凉的 硬邦邦的 可能它就乌腹哀哉了 再第二个你都要有呼吸 一呼一吸 那在医院判断你是不是死亡 那就看心电图 如果心电图怕它不波动了 一条直线甚至消失了 心脏停止跳动了 它可能就表明是死亡的表示了 那更重要生成者就是 施 那个阿那耶士 那那个呼吸停止 温度没有 是阿那耶士走了 阿那耶士是主人 所以一般讲寿命 它的是由卵息施 三者 叫廉慈 或者叫命根 所以这个寿 是以这个命 命根而建立的 这个命根 是借这个夜报生来维持的 先把这个寿 先了解一下 但这个寿呢 有这个寿就必能 跟这个身和这个量联合 量就是它的全量 那对于这个三身 三身有三寿 有三量 这在智子大师 观经书 就也是解释 这个佛说 观无量寿佛经 它对于无量寿的解释 就阐明了 三身 三寿 三量 三身就是 法报应 三身 三寿就是 这个法报应 各有寿命 跟它相应的寿命 三量就是 量就是全量 全量 这三身的寿命 或有量 或无量 或非量 非无量 全量这个 好 那这个寿呢 又是寿者寿也 接受的寿 有领寿的意思 有拉寿的意思 那怎么去体会 这个领寿呢 首先去看 法身 法身 是 诗鬼 法性 法性 就是我们的 实相 真奴了 那 那 佛是以法 以法性为师的 以法性为诡犯的 以这个法性而修 正的这个法性 所以这个 以这个 正的法性 就以法性为身 那这里解释这个寿 就是不歌的意思 法身 以真如领寿 主法 叫寿 他虽然是领寿 但这个 法性呢 这个法性为身 就是这个法身呢 又非色质 它不是有一个 像我们这样的 一个身体 非色质 就是没有四大的 这种构成 地水火风 它没有这个色质 亦非心智 也没有四种精神现象 我们讲五音呢 受想行识 这个受想行识 所以心智的范围 那法身呢 它既没有色质 也没有这个受想行识 也没有这个受想行识的心智 同时也离开五音 十二路 十八界 都不是这个范围 也就是说这个法身 它不属于 分段生死的范围 也不属于 也不属于菩萨的变异生死的范围 这就是很形容上 很终极层面的讨论了 那实际上这个法身 是离言说像的 离心源像的 离文字像的 但为了让众生了解这回色 是勉强指称这个法 法性为法身 那了解这个 法身原来是 是这个 是这个呢 它又 它是实相的表达 离开能数的 就是它的卢卢智 和卢卢理的 高度的吻合 那这里 二者是没有能数 这叫以空和空 似水投水的 所以 对法身 你谈它的寿命 实际上它是 没有寿命可以表达的 它是离开了长短 这个概念的 所以谈法性寿 非报得命根 就是 它不是你 念里感得的 这个有 有神石 有呼吸 有暖气的 这个命根 它没有这个 义无廉耻 也没有受暖食三者的 三世的 这种 连动 为此 所以这个 勉强对这个 法身受啊 就说它 不迁 不变 不变 它不迁就是 没有 八项 这个身住 易灭啊 没有时间的概念 不迁 不变 不变 所以对这个 不迁 不灭 你勉强说它 是寿 这个寿呢 就跟法性是 同等的含义 所以这个寿 是 不可去 计量的 所以就 它的 此寿的像 非长寿 你不能说 它是长寿 如果是报身佛 可以说它是 寿命很长 这个 多少多少 二三几节 它有 有一个数量 那这个 法身寿 是没有数量的 所以非长寿 亦非短寿 那众生可能就是 几十年 百把年 它也不是这个短寿 无言无处 它又不是像 这个 硬化身的佛 随众生的寿命 长短 或延长 或短处 所以这个 法身呢 去讲它的 三量 全量 它是 法身是 以奴礼为身 所以就以奴礼为命 以这个 它就 法身是 无始无终的 所以 法身 法性 受 也是 无始无终的 既然是 无始无终 那 受量 怎么表达呢 那就 如虚空了 它的 受量 像虚空一样 没有边际 一样 所以 这就是 超越这种 数量 勉强说它 如虚空量 那样的 寿命 这就是 指 非 生 之 生 这个 法身 是 非生 非生 不是 五阴的 生 无 寿 之 寿 它 没有 这个 寿 但是 勉强说 它 寿 它 超越 数量 勉强 去 全量 它 有 这么 一个 名词 好 你看 这些语言 来表达什么 表达我们 一切众生 本有的 那个本来 面目 我们也有 这个 法身的功德 但是 由于 它是 这个 无形 无相 我们 认知不到 佛 已经 限量 切正 告诉我们 有这个 法身的 受量 好 第二个 就看 报身的 受 这个 报身 受呢 就以 这个 领受 作为 它的意思 领受 就在 这报身 当中 相应 相应 是怎么 相应呢 是 报身 就是 报就是 仇报 仇报你 因地 修行的 功德 属感德的 那个身 这里就还能够 去讨论一下 因为你还有 谈因果 还谈 修正 这就 法华经 在 受量品 有一个 记者 这个 释迦 摩尼佛 自己 称探 自己功德 我 智力 如是 慧光 照 无量 寿命 无数 劫 久修 夜 所得 这个记者 大家 读法华经 这个 受量品 很有 深意 受量品 说什么呢 就是 法华经 它是 慧山归一 称性 而说 由其 开本 那不可思议 所以 余会的 这些菩萨 都发愿 要在 这个世间 复持 法华经 的流通 那 释迦 那 尼佛就 指指 就 这个 劝指 他们 不需要 你们来 扶持 我 我 持土 就由 菩萨 来 扶持 这一说完 就从 这个 地下 涌出了 无量 无边的 大菩萨 这是 地勇菩萨 那地勇菩萨 一看都是 无量级的修行 福德 智慧 非常圆满的 清静庄严的 不知 这些菩萨 是 在 哪个 佛那里 去 去发心 有哪真佛 来教化的 那 释迦 摩尼佛 就 告诉 余会大众 这些菩萨 都是 我 教化的 那 不免 大家就很 惊奇 就我们 所知 佛从 出家 到成佛 也就是 四十几年 你怎么能 教化这么多的 无量无边的 而且显然是 无量经过 无量级修行的 大菩萨呢 这就类似于 好像一个 百岁的人 任一个 二十五岁的 小年轻 叫父亲 这个 小青年 也 也答应 是父亲 一百岁的人 是他的儿子 一样 很 惊奇 那 佛在 数量品 就告诉 大家 我不是 成佛 四十几年 我是在 无量 九远 节 以前 就已经 成佛 的 那个 时间 之九远 也是 超出 数量 之外 所以 在这个 数量品 里面 将 他的寿命 是无数节 也就是 以五百千万亿 拉由他 阿仁奇的 这个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所有的土地 莫为 微尘 莫为微尘 就又在 经过五百千万亿 拉由他阿仁奇的 国土 下一点 再经过 那个 这么 五百 千万亿 拉由他阿仁奇 岔土 再下一点 直到 把他 下完 那你说 这个 经过的 岔土 也算不清楚了 就 以下的 和 密下的 所有国家的 岔土 又 最成 微尘 一成 为一节 那 是不是 节数 很多 那 我 成佛的 节数 比这 还要多 不可 数量的 节数 那 这一表达 由 这一期 四线八像 成道的 这个 集 来显现 他早已实成的 一种古佛的 这个本地 那是 我们都很难想象 我们心量太小 我们都 很难把握这个概念 就好像 今天我们 读华严经 读多少 香水海 读一一世界 总一一世界 有多少世界 我相信 大家读的 都是云里 雾底的 那是法界观 我们心量太小 所以你就很难 形成一个完整概念 只是 有很多香水海 有很多香水河 有很多世界 你很难 很细地把握 即便我们 大的框架 去读一读 也有好处 好 所以这个 这是属于 报身佛的寿命 是 长久修行菩萨 大耶所感得的 那大涅槃经 也说 释迦牟尼佛 所证的大半涅槃 也是由于他 修道所得 那大涅槃经的核心是 福利谈长 谈 佛性常住 不生不灭 佛并没有涅槃 佛只是 嗜泻涅槃 佛是 永不涅槃的 那 切禄到 不生不灭的 大涅槃里面 有常留 我尽的 无量的 功德 这是 要去 持戒的 要去 修 所以这个 大涅槃经 促足讲 持戒的功德 你相信 有常住的 佛性 但你不能说 你现在就是 佛 那就犯了大妄疑 你知道有佛性 就要通过 戒定会 持戒的 断德 来 见到这个佛性 来证到这个佛性 这时候你才说 你窃露 窃正了 大关涅槃的境界 你才能说 我是佛 你不能说 仅仅具有 礼基佛的 正因佛性 你就敢称 我是佛 那是 不能这么称的 是由于一些众生 本具大涅槃性 修道 才能得到 那这个修道就是 讲相应就是 静智相应 智就是 卢卢智 照卢卢晋 卢卢晋就是那个大涅槃 卢卢智就是那个菩提 一般讲这个菩提涅槃 把它放在一起来说 菩提 智慧 属于卢卢智 涅槃属于卢卢理 有时候叫卢卢晋 好 那这个报生的寿命是以智慧为生 也就以智慧为命 那它相应 跟法性相应相明 是由于从这个法性 升起了它修道的因形 在切合了 就是由这个始觉 切合的本觉 跟切合本觉相应了 就是旧晋觉 这个相应了 那就是从它的寿命来说 有一个修行属感得的 就是有一个开始 有始 但它跟那个法性相应了 相闽合了 法性是无始无终的 于是这个报生寿命 也是无终的 所以报生寿命叫 有始无终 法生的寿命叫 无始无终 它是这么表达的 好 那下面怎么理解相应呢 相应就谈这个智慧呀 奴奴智和奴奴静 这个相应就用一个比喻 叫含盖相应 这个在大乘佛法 常常用这个概念 就是好像一个盆子 这个有一个含 上面一个盖子 那这个盖子跟那个口 正好相应了 合上了 那这个含呢 比如这个盆 就代表这个炉炉静 就是那个涅盘 这个盖子就代表炉炉智 代表那个菩提智慧 那这个菩提智慧 这个盖子和那个盆子的口 正好相应了 呕合上了 这就叫相应 那进一步比喻 这个菩提和涅盘呢 还是相敏的 奴奴智和奴奴礼呢 它不是两个 它是一体的 相敏就是水鲁交龙 如果奴奴智 代表它的始绝的话 奴奴礼代表它的本绝 始绝和本绝 就像水鲁交龙 那交龙在一起 你就很难说 哪是鲁哪是水 因为它龙为一体 这个理解 这个相应相明 用涵盖相应 相敏用水鲁交龙 来比喻 因为这些 很形而上的东西 也不是我们所正的境界 所以只能用比量 用比喻 来告诉我们 这支烟的这种关系 好 那既能是 这个 报身的寿命 是跟法性相应的 那法身呢 是非身 非不身 法身 非身 非不身 这个智慧 既然跟法身 相敏和 所以这个 以智慧 为命的 报身佛 也是 非身 非不身 那怎么理解 非身 非不身呢 有时候这些概念 如果不搞清楚 我们都云里物里 非身 非身是指 应身佛的 那种 有分段的身 这个 非不身 非不身是指 报身佛 无分段的那个身 这个 既能法身 是超约了 报佛 的寿命 和应身的寿命 那 他 这个 报身佛 也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既能力 这个特质 就勉强称这个 智慧 为 报身 那 报身呢 谈寿命 法身的寿命 非寿 非不寿 你不能说 他 有寿命 也不能说 他 没有寿命 他是 理两边的 伤 遮 两边的 那 智慧 既能跟法身 相敏合 他也 可以称为 非寿 非不寿 非寿 怎么理解呢 就是这个 报身佛 和硬化身佛的寿命 他即是 法身的寿命 法身是超越寿命的 叫 非寿 离开寿命的 叫非寿 那 非不寿 怎么理解呢 因为法身里面 能开出 报身和化身 那 报身是为了 度菩萨显现的寿命 化身 硬化身 是为了度 凡夫所显现的寿命 又非不寿 又能够显现寿命 所以就 所以就对于报身佛 也是用忠道来表达 可以跟法身一样非寿 但是应众身的根基 表达也可以为寿 那全量这个法身 是非量非无量 法身的寿命 法身的寿命的数量 你不能说他有数量 也不能说他没有数量 那智慧 报身 也是非量 非无量 那非量非无量 就勉强称为 无量为量 报身 他的寿命 虽然好像也有一个数字 但是这个数字呢 属于无穷大的范围 属于无量的范围 无量的范围呢 这就以无量为量 那这个法身的寿命 是以虚空量来比喻 报身的寿命 是以无量为量来表达 好 第三个来看 印身 有时候称为印化身 印身 这印身 印身的内涵是指 印同万物为身 这万物就是指 度化的众生 有缘的众生 那这个印身的寿命 的长短不是来自于佛那边 是印度化众生的根基的 善根的身后 来显现他的 或者圣印身 或者裂印身 或者长寿 或者短寿 所以对这个印同万物为身 常常有一个比喻 说 如骨搭响 大小随身 如尽照现行 端愁在止 山谷里面的 你喊一声 就有回响 但这个回响的 大小 跟你喊的这个声音 是联系在一起的 你声音喊的大 回音就大 声音小 声音发出的小 回音小 你不发出声音 没有回音 镜子里面 你看自己的面相 是端庄的 还是丑陋的 这不能怪镜子 是怪你外面那个人 他是长得丑还是美 来决定的 你不能看镜子里面这么丑 把镜子晒掉 那这个用这个比喻呢 这个属度化的众生的寿命长 那这个印身的寿命就长 属印机的众生寿命短 这个寿命的寿命 这个寿命的寿命 这个教主 佛的寿命也短 这是谈印身 所以这个印身 是以怎么为生呢 以印机服感为生 印这个众生的根基 来感应 所以他的寿命 所以他的寿命是以因缘为命 就是因缘到了 感应到就显现出来 因缘没有了 那感应就没有了 那就是类似于视线捏盘了 了解这个是有必要的 这个所以就叫 印身印同连耻为寿也 就是印身他有连耻 有呼吸 有神时 有暖气 三者 连耻为命根 有这个命根 才能谈他的寿量 所以印同 鼠化众生的长短为量也 但印身 它也跟 法身和报身 是相印相鸣的 因为相印相鸣 这个印身属显现的 度化众生的功能作用 它也是不可思议的 这里 用这个 这个能起大用 用水银和真金来比喻 你 金子 要在一个东西上 涂上那个黄金的 这个颜色 一定要由水银来赫 否则你是涂不上去的 用这个来比喻 这个真金代表那个法身 这个功德代表那个水银 要要有你发愿的功德 六度万恨的功德 来跟你的法身的那种信德 和在一起 才能随着你的大悲愿力 所指向的 要度的众生 处处 陷往 陷在他前面 到他那去 随他的机缘 来视线 或八项成道 或注持一个刹土 成道 所以这就 由于你有法身的功德 显现在硬身上 也能 为身 非身 为身 就是 跟众生一样的 有分段的 有寿命长短的身体 非身呢 当下也有法身和暴身 那种大身 非身就是大身呢 从寿命长短来说 能为长寿 能为无常寿 长寿就是寿命很长啊 寿命长就比喻 这个 法身和暴身 它常常在 长寿光图 时报庄严图 方便有余图 属显现的 很长的寿命 也可以为 无常寿 无常寿就是 在凡圣同居图 属显现的 或长或短的 寿命 所以这个 硬身的量 它可以称为 寿命无量 也可以称为 寿命有量 那这里谈 应生的寿命有量 有两层意识 第一是 无量之量 第二是 有量之量 无量之量 前面讲 报身佛 它是 以无量为量 作为核心因缘 现在看看 这个硬身当中 也有 有量之量 有量就是 它有一个 具体的 寿命的 这种 时间概念 这里举出 如 七百阿珍起 即 八十等 这个七百阿珍起 节是出自 守灵烟三昧经 在这经里面 这个当机的 坚守菩萨 就问 释迦牟尼佛 寿命有多长 有好几部经典 都是这些菩萨 问佛的寿命 金光明经 也是菩萨 问 人的寿命长 应该是 能够 持戒 放生 都能寿命很长 那为什么佛 应该是 持戒 放生 菩萨生 功德 都很深厚 为什么 就是佛 你的寿命 该会有多长 他都问这个 这里这部经也问 坚守问 问佛的寿命 几何 释迦牟尼佛 就让他 到一个地方去问 就往东方 过三万二千个佛徒 就三万二千个 三千大千世界 这么一个地方 到地方 有一个国土 叫庄严国 那个国 有一尊佛 叫照明 庄严自在王府 叫他到那去问 问释迦牟尼佛 寿命有多长 一问这个 赵明庄严自在王府 就回答 说我的寿命 卢释迦寿 我的寿命 跟释迦牟尼佛 寿命一样 就是 卢释迦寿 我义卢士 卢欲知者 如果你要知 我的寿命 我的寿命 是七百阿珍几节 那很长哦 七百阿珍几节 坚守菩萨 得到这个问答 就回来 向释迦牟尼佛 禀白 怎么 那尊佛说 你的寿命 跟他的寿命一样 但是他寿命 怎么有七百阿珍几节呢 那阿难珍泽就在旁边回答 说这个 彼佛呀 就是庄严国的照明 庄严自在王府 乃是 释迦牟尼佛的义名 就是说 他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化身 那从很多大神经典来看 释迦牟尼佛不仅是 当下在我们这个南淫佛体 释迦诸佛 乃在他方世界 也在释迦诸佛 在不同的国土 有不同的符号 不同的寿命 不同的种族出身 不同的教法 包括就是四圣地的意思的表达 也有不同的明相概念的表达 那说 这位佛的七百阿珍几节的寿命 跟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南淫佛体数四圣的八十年的寿命 是平等的 那怎么理解平等呢 这就是讲 这就是讲应生寿之为 应同万物为生呢 实际上佛都是 法报应三生 都是证得这样的功德的 所以他的 应生佛的寿命是 随众生的寿命的长短而长短的 所以可以伤垂两量 这个应生佛 可以显现无量之量 也可以显现有量之量 所以那你看 看到的佛的是寿命长 还是寿命短 不是来自于佛那边 是来自于众生这边 南淫佛体众生的 心恶 业障重 所以感得 释迦佛在这里的寿命就短 那庄严国的 这个众生 福报 智慧 善根深厚啊 所以感得的那个 他插足的佛 寿命就长 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里就讲 七百二三几节 余八十是等的 是平等的 在佛那边是平等的 那这个都属于 有量之量 有量之量 那法华经 在寿量品所表达的 如是我成佛以来 圣大九元 寿命无量 阿三几节 而且是常住不灭 所以这些佛所表达的 都是三身原正的 那法华经所表达的 释迦摩尼佛的寿命 圣大九元的 这样的一个 无量阿正几节 那是指 报身佛的寿命 而且报身佛的章下 它也是 法身 法身德的 那种表达 它是常住不灭的 它是永不涅槃的 涅槃只是一个视线 所以在寿量品 也有个记者谈 释迦摩尼佛说 常在灵鸠山 急于足处暑 众生渐洁净 大火暑烧时 我此土安盈 天人常充满 你看这个 在灵鸠山 法华经是在灵鸠山说的 它常在 不是说 就是讲了八年的法华经 它是在那里 讲了很长时间 而且以后的 未来节还在那里讲 所以为什么 智者大师都 法华三昧 延然见法华一会 延然未散 释迦摩尼佛还在灵鸠山 讲法华经 所以它是 灵鸠山在佛的 自正量当中 就是长济光图 就是实报状怨图 但我们这些恶业众生 你到印度去朝圣 到灵鸠山看看 我们看的就是 跟我们看的山差不多啊 甚至也不是很高峻的 我们看到的就是 凡圣同居的会徒 它不一样的 那释迦摩尼佛在 灵鸠山 它是佛的自正量 我等众生以后 捷径有三大灾 整个大火都把 初禅二禅烧光了 我们这个 都是没有立足之地了 但灵鸠山还是很安隐的 仓人常充满佛还在那里讲大乘圆教的经典呢 他方世界的菩萨天人也是充满的 来听经的 好 那这里所谈有量之量 那阿弥陀佛 在西方极乐世界 属世线的 他也是属于有量之量 实在他也有其限的 为什么他会讲 阿弥陀佛也有波涅槃 波涅槃之后 观世音菩萨 世线作佛 观世音菩萨 普光功德王佛 祝词无量无边阿弥陀佛之后 又怒涅槃 大师之菩萨 又世线作佛 那就说明三圣 还有一个世线怒涅槃 世线作佛的过程 那就还是有寿命的期限 但是这个寿命期限 是没有办法数清楚的 人天莫数 所以这个有量之量 也可以说 当下是有量之无量 就是有其限的无穷大 这就是阿弥陀佛作为应身佛 他也可以应众生的根基 伤垂两量 两量就是有量之量和无量之量 随众生度化的机缘的不同 寿命的延出长短不同 这是从度化众生的极门而年 所以这个法身寿命无始无终 报身寿命有始无终 这是佛佛道同的 从这个意义 从法身寿和报身寿的立场来说 一切佛都可以称为无量寿 但是应身呢 应身的长短 它跟愿里有关系 是阿弥陀佛的因第四十八大愿 其中发愿就是要寿命无量无边 所以叫大愿亡 那现在法藏菩萨已然成为阿弥陀佛 兑现他因地的愿力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阿弥陀佛别名无量寿 就从应身佛的立场来说 可以特别地称阿弥陀佛为无量寿 好 那下面有一段 是从他的理上来讨论 前面谈无量之量和有量之量 还是从事项上来讨论 从理上讨论 然此三生三寿 不可并别 一意即乖法体 积一而三 积三而一 乃会原玄文 经文乃以应寿 而旷贤法报 以事之故 而经题称为无量寿也 那这个要了解一点天台的信聚的理论了 是从信聚理论来讲三生三寿相龙相极的关系 三生三寿不可并别是什么意思呢 并就是一的意思 不可并别是意的意思 不可并别意 所以这个天台讲这个涅槃三德啊 如一至三典 不重不横 那怎么理解 这个谈法身 是它是本有的 报身是修行而得的 应身是应众身的机缘来示现的 这些事项上表达 好像是重 好像是不同 有差异 但是从理上来说 它又是没有差异的 是一体的 就是你报身受和应身受 这两种通过修行而得的 这种寿命也是你信得本具的 那报身和应身虽然是信得本具 但修行的事项又是婉然的 又是不爱由信得起修德的 所以这就天台常常表达叫 全信起修 全修在信 从修德层面有它的 这个 叫做不病的一面 那从修 从信聚的情况来看 又有它的不一的一面 这个三者 三者从 比如一至三典 一至三典有一典在上面 在上面 就是表明不重 不像这三典 你重的话三典摆在一起 就像那个水 但是它又是两典在下 两典在下 又不同意烈火之痕 所以这个讲一至三典很有意思 叫不重不衡 不病不别 如果从事项上去论 是彰显它不一样 显非病一 如果从信聚上来说 又三生受量信聚 又显非别义 又不能说它不一样 既不能说它是一 也不能说它是义 这就是一至三典的意思 不能说它重 也不能说它狠 不重不狠 如果你只是说它做并一的理解 或者做别义的理解 那就是乖为了俗犬的圆常的法体 圆通常的法体 你就乖为了 所以讲积一而三 积一而三就是不一 积三而一就是不一 非一非一 非病非别 那就要忠道把握 这就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就是原教的寿命 如果做这样的理解 就能够全显 这个玄妙的文具 那现在这些文具 所理解的阿弥陀佛的寿命 是以硬生寿命来全表的 硬生的寿命尚且无量无边阿珍其节 由这个来表显 它的法身的寿命 它的报身的寿命 那就更为圣妙 大不可思议 就以这个原因故 所以这个经题 从法义上 可以称为 佛说无量寿经 所以你看 大经都是用无量寿来表达 这个小经呢 是佛说阿弥陀经 是玄章 是基督摩罗斯大师 这个用异议的方式 实际上这部经典的全称 还不是佛说阿弥陀经 叫称赞净土佛说寿经 它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 这个从法义上来解释 阿弥陀三个字 从体性上 从形而上层面 来把握阿弥陀佛的 核心的意识 就是无量寿 由无量寿分别来说 基一而三 从差别性来说 要理解 它法身的无始无终 报身的有始无终 应佛应身的 随机缘长短不短 长短不短可以有无量之量 也一个是有量之量 伤垂两量 那从他的兴趣的理上来说 即三而一 又没有差别 这就是非病非别 非重非恒 你这样去把握 你才把握了 佛说阿弥陀经 佛说无量寿的那种法义 好 拿摩阿弥陀佛 愿意 商人和世纪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祖国arl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